王俊凯更博庆祝一阳千玺成年,没有加点,但文案堪称出道五年最甜。 今天是一阳千玺的生日,一阳千玺是组合最后一个成年的,从此以后,TFDOYS组合就正式成年了,以后不能再叫TFDOYS为成年组合了,因为三个男孩子都成了成年人。 成年之后,自然要做成年人的事情,与之前相比,可能不再那么小孩子气,就像王源,成年之后越来越否定可爱这个词,想要变得更加刚,王俊凯成年之后越来越稳重,说要换他来保护粉丝,那么一阳千玺会有哪些改变呢? 今晚生日会,你们可以好好感受一下,一阳千玺成年的气场。 网友们觉得一阳千玺成年之后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自觉了,这是小鱼自己总结的,为什么呢? 因为一阳千玺在没有任何催促的情况下,在零点过后自觉更薄,分享了她的生日蛋糕。 这应该是千玺初到以来最简单的蛋糕了吧,一个饼干上面插着一只蜡烛,看起来是很有创意很有感觉,就是有点随意了。 千玺这么酷的人,过这么简单的生日,完全不符合大佬的身份,至少要来个五层蛋糕才对。 而千玺更薄之后,就有很多朋友来送祝福了,这会看千玺的评论区,一幅喜庆的画面,大佐的祝福排在最前面,还叫千玺老师,不知道是不是千玺生日会的主持人。 胡浩亮亮亮也给千玺队长送祝福了,很亲切地叫千玺千对,师徒关系不错吗?会不会在生日会上有节目呢? 除了这些人的留言祝福,最惊喜的是,王俊凯更薄庆祝一阳千玺成年。 王俊凯更薄庆祝一阳千玺成年,没有加点,但文案是出道五年最甜的一次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王俊凯这次的生日祝福用到了兄弟这个词,都知道,王俊凯是个敏腆的人,虽然他是组合的大哥,但是从来没有表达一些很直接的东西,不会像王源一样直白地表达感情,而这次也是他第一次叫千玺兄弟。 王俊凯说祝兄弟千玺生日快乐,还说希望这位酷盖开开心心每一天,这才是最真诚的祝福,希望千玺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,能够开心一点,这才是好兄弟之间才会用到祝福语。 而且,王俊凯还在文案中用到了酷盖这个词语,这个词语是饭圈常用语,比喻的是很酷的人,看来小凯还是经常关注饭圈的。 回顾着几年的生日祝福,王俊凯从来没有直接叫千玺兄弟,不是不把千玺当兄弟, 而是羞于说出口,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对自己很亲的人,也不一定能够很直白地表达出关心和在乎,相信小凯也是一样, 但是王俊凯这次勇敢地用到了兄弟这个词,就是对他们友情最好的证明。 希望他们的友谊天长地久,同时也祝千玺成年快乐,预祝成人里圆满成功。